从没有见过这么受男人欢迎的男人 一大群男人都冲到猛男面前 要扯下他小扶上的扣子留作纪念 眼看被挖到只剩下最后一个扣子 猛男大喊 他要把这个扣子留给心仪的女生 猛男身替众人的祝福机制 鼓起勇气冲了上去 可是眼前的一幕让他心碎 心仪的女生在向他的发小 万人迷小帅表白 小帅果断拒绝 失望的女生提出想得到小帅的一颗扣子做纪念 但受欢迎的小帅已经没有扣子了 女生难过的哭了 猛男扯下自己的扣子递给小帅 让小帅当成自己的扣子交给心仪的女生 他就是这样一个外表酥光 内心细腻温柔的猛男 可是绝大多数人只看脸 就连落水的小孩也不例外 听到小孩的救命声 猛男跃入水中 哭腾着冲向小孩 小孩吓坏了 以为来了怪物 惊叫着往岸上奔去 就这样 小孩一边哭一边求饶 被猛男扛上岸 猛男英勇救人的举动 还被老头老太太说成是绑架小孩 幸好小帅来解围 拿毛巾给小孩擦脸的小帅 被误会成救人的那个人 得到孩子母亲诚挚的感谢 这个看脸的世界 小帅无论走到哪儿 抖手段也不合适 他对那些女生的呼喊 置若网闻 也没有什么绯闻 这天猛男和小帅在大街上 遇到一个被小混混骚扰的女生小美 猛男正义赶爆棚 冲上去一个B咚 整栋楼都在震动 直接把小混混吓跑 这样应该对女生十分失礼 不失腼的猛男 才解释自己不是坏人 小美的眼泪就下来了 她连忙鞠躬告辞 生怕自己又被当成坏人 她不知道的是 小美其实已经喜欢上了她 小美扯住她的衣袖 我还没有和你道谢呢 谢谢你 这一声谢谢 直接记住猛男的心思 五个大男人跪在猛男面前 他们是柔道部的主将 请求猛男能够代表学校出战 这个男人太生猛了 柔道战无不胜 当守门员也让球门不失 丢个千球 直接破纪录 体育全能的猛男 依然答应他们的请求 她的动力 来自于自己喜欢的女生小美 一边想着小美 一边把她的对手们 一一甩开 勇猛又可靠 小美为了感谢猛男救了她 带自己亲手做的蛋糕给猛男 在猛男吃蛋糕的时候 小美勇敢表白 可是她误会小美喜欢的 是在一旁的万人迷小帅 为了给自己喜欢的女生 带来幸福 她决意撮合两人 即便自己很喜欢眼前这个女生 也要压抑自己内心的情绪 她拿冷水浇头 平复情绪后 开始给好友助攻 问好友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还让好友和小美 交换联系方式 又一边尽力 吃掉小美带来的各种点心 可是却不能对小美说 自己喜欢 处在暗恋中的人 就是这样别扭 还容易让人误会自己的心意 聚餐时 小美的茶喝完了 小帅去买 留下她和猛男 猛男说起小帅的善良 小时候她尿裤子了 小帅把水 扑在自己身上替她掩饰 交由时打翻便当 小帅就把便当分给猛男 小美对猛男的了解越来越多 还去看猛男的柔道比赛 猛男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遇到对手光头男 一番奋战还是赢了 小美给猛男准备了便当庆祝胜胜利 在天台打开便当盒 里面竟然有猛男最爱吃的猪胃葱饭团 可是她依然误会小美 一直夸赞小帅 极力缩合小美和小帅 小美好难过 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她借口眼睛进沙子 逃离现场 不明白小美心意的猛男追下去时 看到小美向小帅诉苦 她又误会了 只能回到天台 把饭团大口吃完 对着空气说声 谢谢 是啊 人生中的许多感激 总是在四下无人时倾诉 小帅也很了解猛男 她对小美说了一个猛男小时候的故事 猛男捡到一只流浪狗 她很喜欢这只狗 可是发现这只狗是别人总丢的 即便很喜欢 她也依然把狗送了回去 这是一个明白爱意本质的男孩 善良 总是好过战友 小美听了小帅的诉说 再次鼓起勇气 带上自己闺蜜 要和猛男联谊 他们一起去了游乐园 海盗船上 腼腆的小美坐在猛男身旁 只见猛男表情抽搐 站起来大吼 非要和小帅换位置 这样直男的方式 搓合发效合适吗 这个像大星星一样的男人 受到了小美闺蜜 无情的嘲讽 但小美不为所动 坚决捍卫猛男的尊严 猛男很帅的 闺蜜连忙道歉 这一幕 也被猛男无意间看在眼里 他很感动 在鬼屋 猛男又向小帅表示 要好好照顾小美 小帅就要捅破这层窗户纸 鬼屋却失火了 逃生通道火势很大 众人被逼到角落 猛男从中风口 看到了烟在往外流动 他用自己的身体撞击墙壁 一次 两次 三次 墙壁崩碎 众人逃了出去 轮到小美和小帅时 鬼屋的道具吸血鬼 棺木倒了下来 眼看就要砸到两人 猛男使出全力 撑住棺木 让二人先走 无论什么时候 小帅和猛男一起扛住 这沉重的负担 小帅也来帮忙了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 猛男终于把棺木推开了 他抱着小美走出鬼屋 他越来越喜欢小美了 小美找了个 给小帅买礼物的理由 让猛男陪他去逛街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约会 一起看杂技表演 一起逛街 一起照大头天 一起看河面上的鱼 跳上波光淋漓的水面 可是在微风中的两人 彼此揣摩对方微妙的心意 也误解对方微妙的心意 猛男以为小美喜欢小帅 一定要给小帅助攻 这鱼木脑袋 小帅都看不下去了 终于来了一伙神助攻 生日那天 他直接说自己去不了了 再加读字典 告诉猛男 小美在车站前的蛋糕店哭 说不定会被人骚扰 猛男忍不住了 要小帅快去 小帅直接说自己脚崴的 心急如焚的猛男冲到蛋糕店 蛋糕店大妈直接找他合影 说小美一直念叨着他 还讨要了蛋糕秘方呢 接着小帅短信通知猛男去菜店 那是猛男妈妈的店 没想到又得知小美 为了他爱吃的猪卫蹭饭团 特意找他妈妈瘸了 接着是面包店 为了给猛男做马卡龙 也来来回回好几次 在迟钝的男人 这时也总该知道对方的心意了 猛男一路奔跑 一路呼喊小美的名字 如同心灵感应 小美听见了他们奔向彼此 爱情是生活里的小确幸 是一书一饭 一点一滴 构成的平凡生活里的英雄梦想